网络作家求生路 《蓝骨子》自早出版社 前年凭这个二创故事 网络作家《蓝骨子》在网上爆红 现在Facebook专页有差不多60万like 会考中文拿F 但出了十几本书 试过说我不是写书面 就不是一个很正统的作家 不是就不是 有什么所谓 你阻止我去写故事或什么 2010年开始 在网上高登讨论区写作 后来有出版社找他 2013年出第一本书 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年头 我出了书 我已经是转行 做了一个作家 但原来不是的 原来差得远 作家之路从来不易 出书被层层分成 不太出名的作家 大约收到书价一成都没有 钱是低到你不能违生 连最低工资都没有你计算 因为书局发行的抽成 抽太多 可能抽50% 都是困局 你未必说一时三刻可以改变 一边写作 一边上班做平凡的文员 2017年 他决定变成全职作家 天天出文 和很多网上创作人一样 靠专业出广告post赚钱 我觉得不是一个长久的发展 在Facebook卖广告 还有就是你网络又变得太快 你不知道下年还怎么样的环境 你不知道究竟是否Facebook会消失了 轻轻另一个平台 而另一个平台可能不太适合文字创作 那你就没有了 你就拜拜了 所以就很想想一个长远少少的方法 就跟另一个作者沙比亚出来谈 吃了一顿饭 想想不如我们还原基本部 我们靠出书来维生 我们自己开一间出版社 看看自己印书可不可以 商业登记成本很低 但在印刷方面就考起他们了 它是印得越多 成本越低 但是你又不能够印得太多 因为我没有过仓 但是如果你印得太少 你想印第二版的话 它要重新开机再印 它又由头收过你一笔钱 自己做出版社 兼找共享空间做销售点 省下原本分给书局的那些钱 就用在印刷和邮寄运书上 自己就要联络读者 兼顾客户服务 我自己的家里做仓库 那些书都会放在家里 整栋 哪一间销售店要补货 我自己可能拿几栋书 就叫这个货车 送一些书过去 现在就用自己的平台 我喜欢怎么买就怎么买 反而自由到大一点 现在出版业面对不少困境 但是他相信实体书不会抹落 我不只想出书很简单 可能以这本书为例 我也印了一套卡 叫做勇者牌 是真的在书内 有一个游戏玩这个勇者牌 你也可以用这个勇者牌 是在现实世界和朋友玩 都可以 即是真是一个玩到的游戏 因为这些东西你平时出版社就做不到 现在自己出版社就可以做到 多些不同的东西 看看将来可以 会不会印一些玩具 或者印其他东西 难得一条命都一条 你当然什么都试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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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